大家好 最近几天呢 这个 通过驾驶在我们隔壁邻居家中 和西约邻居家中的 可能设计到以共产党为一种的 流氓变态生犯 持续在我们家 可能也可能在西约家 聚众行凶谋杀 他把人家通过变态行为 酷刑的虐待折磨迫害 同时呢 这伙罪犯呢 不断的攻击我的母亲 是用神经控制我去攻击我的母亲 这伙罪犯呢 跟南沙滩那个女流氓啊 我们住在北沙滩 南沙滩有个女流氓 那个杀人犯 在2002年时候 曾潜入我们的家 勾引我的父亲 竟然谋杀我母亲 这个女流氓 这个南沙滩这个女流氓 到现在2002年到2008年 2020年 18年了 还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揭穿 逮捕被案 大家通过这一点 我们应该看清楚 中国共产党 是非常要想 治我母亲 崔真已死地 要杀尼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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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崔真呢 去过加拿大 西月没去城 崔真去 张中方去 他在加拿大呢 买了5000亿 又栽赃 崔真有10万亿 但是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谋杀崔真 要栽赃我母亲有10万亿 而我母亲确实一分钱没有 连我父亲都没骗 所以他谋杀崔真的目的 可能为了 是不是10万亿美金 也不知道 目前呢 他现在凶了拼命攻击我 我 我母亲和我父亲 问题相当严重 也就是说他 谋杀我母亲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10万亿美金 南查站那个女的杀人犯 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18年了 我们很早就要下的共产 大一步杀人犯了 就已经到这种 就北京市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王岐山和习近平 是变态流氓杀人犯 基本上精神兼致的 而那薄熙来的 还能倒过去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我们在这种 助联内 通过声波 对他的微波 多次要求凶手 前往海洋国际行事法庭 凶手就坚决拒绝 非要置我们一死地 非要杀人密口 一个是加拿大的5000亿美金 可能跟我父母去的一场有关 另一个是他们 以我母亲名义 要领到10万亿美金 要杀人密口 但是根据我们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小品 我们知道这会儿杀人犯 已经收到了 海洋国际行事法庭的 船票 赶紧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林梦 他们应认识国际行事组织通缉的 反之类流氓 诈骗杀人犯 曾某要求这凶手 拿船票立即到海洋国际 团的城 但是凶手不肯罢 非要置我们母亲死地 因为他栽弹我母亲 要10万块钱 非要杀我母亲 有人窃取了我母亲的身份 我的身份 我父亲是吗 我家族的身份 西约家族的身份 这不仅牵上加拿大的5000亿 还想谋杀崔与军 诈骗10万亿 而凶手本身 有海洋国际行事法庭的 作为反人类贩子分子的传票 到现在始终问题没有解决 凶手在我们屋内通过变态行为学 在国内聚众形成诈骗 在全球煽起巨大的动大 妄想把灾难嫁祸到张阳 张阳的家族 西约 西约的家族 通过拖延时间杀人们一口 到现在 在心理研究所的美国和京郊农民 等一系列中国人进行勾兑的 灾难我们是精神病人的 那个所谓的心理医生 那个变态杀人犯 可他还在心理研究所 始终没有被抓捕下 他王岐山 习近平 薄熙来 在全国人民面前 公开的巨种行雄谋杀张阳和西约 牵涉到邓小平家族 其问题的严重性 引导了害人精闻的程度 我想问问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这叫什么国家 什么世界 这还是不是人类社会 谢谢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